那我们在反射的时候讲过这个面镜的这个基本名词 那透镜的话呢 这个名词跟面镜其实有点类似 来我们看中间这条叫做主轴 那正中间这个我们叫做镜心 以前在球面镜的话叫做镜顶 可是这是可以穿透过去的 所以这个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镜心 那接下来这个有焦点 那这个左边有一个焦点右边有一个焦点 那其实根据这个照镜子的公式 即使这个薄透镜的两边 趋力半径不一样 这个焦距还是会视为一样 那当然了任何公式任何结果都有前提 那我们前面呢有提到过这个面镜的高丝氏 透镜高丝氏也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那前提是要讲孔镜角极小 那透镜的话叫做薄透镜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薄 它的厚度趋近于怎么样趋近于零 那根据照镜子的公式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薄透镜两边 就算它的趋力半径不一样的话 焦距左右的焦距还是视为一样 但是我们当初在面镜的时候 有定义所谓的趋力中心 但是呢这里的趋力中心 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趋力中心呢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个如果是透镜的这个趋力中心 是指说这个圆弧它的趋力中心 但是这个趋力中心是存在没有错 但是趋力中心不是两倍的焦距 各位球面镜 我们在讲反射的球面镜 趋力半径是两倍的焦距 但是以透镜来讲 它不是两倍的焦距 所以有趋力中心 但是这个不能把2F当作趋力中心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个叫做什么两倍焦距 右边的也叫什么 也叫两倍焦距 那中间这条还是叫主轴 这个基本名词跟面镜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那这个相同的部分 你可以理解它 那不同的部分 你就要特别去注意 这个跟面镜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